那天也是有缘分吧 在我们本地中州唱歌的时候 那天下了可大的雪 我们团长说了 要不然咱们去别的地方唱吧 不行啊 所以他咱们去这一样吧 去这一星期 一星期的话不行啊 咱们团里边还缺人呢 我们团里边有一个女孩子说 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也是秀之人 长得可漂亮了 我都说在哪儿就要看看 结果我一看 我脸红了我不好意思了 我认识我认识这个女孩 那时候他说他去接她 团长和那女孩一块去接的时候 那天我心里边非常的激动 洗了洗头 换了块衣裳 吹风机吹了这头 吹了也挺帅的那个头型 结果他第一回见我的时候 第一回说一句话 你这个骗子 我心想了 我骗什么了 最后我们两个都当徒弟 其实我心想了 其实不是当徒弟 而是当老婆 你们俩之间 双方的家庭都支持吗 那时候双方家庭不太支持 我爸爸说了 你也不能行走 你这么好的女孩 先个儿低吧 跟着咋的话也会受罪的 就觉得你配不上人家是吧 对 就这个意思 那你家呢 因为我个子小啊 像垫一桶水什么的都垫不动 像挂个衣服也挂不着 我爸就想让我找一个能够照顾我 能够帮助我的 我就跟我爸说了那句话 我说爸 如果我找一个正常人的话 虽然我在他的面前 我可能比他行动方便一点 但是我跟着人家那一米六 一米七的那些个的女人来说 我还是比较低的 跟他们来比起来 我还是心里有一种阴影 我说我找一个的话 还不如找一个 能跟自己情投意合的 说得来的 他不会嫌弃你的 我就跟我爸说了 我说我如果真找一个正常人 他最多能帮我两年三年 到最后出门的时候 他的朋友啊 他的亲人肯定会嫌弃 在他面前说一些什么话 我也怕有一天 两三年之后 他给我抛弃 所以父母后来就同意了 对 今天娇金杨的父母也来了 来 我们转声有请 来 小新 来 当初是不同意这门亲事的是吧 是不喜欢这儿媳妇吗 喜欢喜欢 那为什么不同意呢 那我想说他不方便 我整点个小姑娘能照顾他 喜欢他说他不怕哭 说也不怕累 我是很幸福说他跟着他 是特别怕这个龙万仙 长得漂亮 将来会把他给甩了 是不是 那我都 我心里也没这样想 爸爸是这样想的吗 我心里很高 来 金杨说一说龙万仙做的最感动你的事 我们出去的时候都他一个人照顾我 走到那就是我老婆一直在推着我 嗯 也是没有穿过一件好衣服 也没有去吃过什么样的好东西 也什么都没有 我老婆也是陪陪我也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从小都是一个人在家长大的 跟着我奶奶 我爸我妈在我四岁的时候就出去了 没有说到家的温暖 在外面演出的时候 在有一个烤羊肉串的 那有一团火 他带我去烤火 还给我买了手套 到烤火的时候呢 他把他的外套托给我了 那时候是 真的是大冬天的 特别冷 我呢也是一个特别怕冷的一个人 所以我那时候就被他给感动了 我就答应他 跟他走在一起 今天是谁的心愿 今天是我们两个共同心愿 那你们俩一起说了 好不好 说出你们的幸福心愿 来 我的幸福心愿是想带着我老婆 和我的父母去旅游 好 来 请回 想去哪旅游啊 想去三亚旅游 因为对别人来说是很容易的 对我们来说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来 我们来听听五位对你心愿的助力 来 我觉得这个心愿特别好 我们也愿意帮你去实现它 想代表六人游定制旅行 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 提供助力 然后我想提供你三千元的旅游基金 虽然说这个资金不足够你 带着所有的双方父母去 我想我希望剩余的那些资金 你自己去努力地再添加一点点 这样的话呢 双方父母会能感觉到 你更多的诚意 因为还有你的心机汗水在里面 我觉得可能会更有意义一些 谢谢 我想在小的时候 不一定有人认为你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有一个漂亮的太太 然后有今天你们能够过着幸福的小生活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 你一定还能做更多 现在今天你想不到的事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精彩 那我也很希望我们营朗文化呢 也助力一千元的这个旅游基金 希望你们能够去到快乐的地方 加油 谢谢